从小就听过一句话,成功是99%的努力还有1%的运气。 所以说,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一昧的努力就可以成功的。 运气也是比较重要的。 有的人很努力地奋斗了,可是却一事无成。 有的人却懒懒地坐着,却什么都有了。 那么,你想知道懒懒的你会一辈子平庸吗? 让我们就来做一个性格测试吧。 第一题,不管做什么事情,你都会习惯性地询问别人的意见吗? A是的。 B不是。 C or。 选择A的你,请回答第二题。 选择B的你,请回答第四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三题。 第二题,路边有乞丐在行起,你会主动地给他们钱吗? A会主动给。 B不会给。 C看情况。 选择A的你,请回答第四题。 选择B的你,请回答第三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六题。 第三题,当你在郊外迷路时,你会怎么做? A大声呼救。 B在原地等待别人。 C自己慢慢走。 选择A的你,请回答第四题。 选择B的你,请回答第七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五题。 选择A的你,请回答第四题。 选择A的你,请回答第七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八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六题。 第六题,出门之前,你会习惯性地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吗? A会检查。 B不会检查。 COR检查。 选择A的你,请回答第九题。 选择B的你,请回答第七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十题。 第七题,你很注重自己的生活规律吗? A是的,B不是,C还好。 选择A的你,请回答第八题。 选择B的你,请回答第十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九题。 第八题,你觉得你的运气一直都很好吗? A很好。 B一般。 C不是很好。 选择A的你是C型。 选择B的你,请回答第九题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十题。 第九题,你总是喜欢在做事情的时候耍自己的小聪明吗? A不是。 B是的。 COR。 选择A的你是B型。 选择B的你是D型。 选择C的你,请回答第十题。 第十题,遇见困难的事情之后,你是什么状态? A一掘不振。 B乐观应对。 C看看再说。 选择A的,你是A型。 选择B的,你是C型。 选择C的,你是B型。 检测中。 A型,你会平庸下去。 你一直以来,就是比较懒的人。 如果你想出人头地,可能是比较难的。 因为你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去做的人。 别人做好了,然后去坐享其成。 所以说这么懒的,你怎么可能会成功呢? 你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就会马上放弃。 有的时候,你连尝试战胜挫折的勇气都没有。 B型,你这一生会比较平凡。 懒得比较出油的你,如果是想成功的话,那可能会比较难。 因为你的想法从来都比较直。 你做很多事情从来都不懂得转弯。 所以说,你既不聪明,又不努力。 想要出人头地,却又不肯付出。 有的时候,还总是想要走捷径。 这个样子,你可能很难会拥有灿烂的一生。 所以说,你需要多多地付出,多多地加油了。 C型 你的人生到处是转机。 从小,你就是一个比较懒的人。 但是比较好的是,你的持久力比较长。 不管你有多么懒,只要是一件事情。 你确定了要做,你就会马上努,很努力地去尝试。 不管你遇到了多大的困难,你都不会去放弃。 因为你的耐久力比较长。 就算有一段时间,你会过得比较消沉。 但是你也会很快地调整过来。 所以说,你这种人不会一辈子平庸的。 C型 你不会平庸下去。 可以说,你这个人,是非常懒得了。 就算你坐在沙发上,什么都不做。 确实干什么事情,都比较容易成功。 不知道到底是你运气好,还是人品好。 反正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,大多数情况下, 都会有贵人出来帮助你。 而且好运气总会不由自主地找上你。 所以说,你要懂得抓住机会,好好的奋斗啦。 测验完,喜欢我的测验,欢迎留言给我帮我点个赞, 关注我,以及打开小铃铛,有新影片才会收到通知哦。 拜拜,我们下期再见。